您好,这是一粒自然水快速除氯的药力 就是通常所说的鱼乐宝 接下来会用它来验证几个问题 自然水快速除氯后用来养鱼是否可行 除氯药物用量过多会怎样 这类药物是否能真正去除自然水中的氯 先把这种药分成四等份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一粒药对饮食公斤的水 为了避免浪费太多的水 分成四分以后用2.5升的水就可以完成实验了 分割完成,接下来开始实验 准备了一个小鱼缸 这是一个1000毫升的量杯,用它给鱼缸注水 如果没有计算错误 2500毫升的水就是2.5公斤 就按这个量的水配前面分割出四分之一的药力 为了避免水温差让鱼出现应激反应影响实验结果 特别放了一个水温记在鱼缸里 等到这个小鱼缸里的水温达到25摄氏度左右才开始 这是将要放入鱼缸的药量 四分之一的鱼勒宝 已经按书名上的提示,压成了粉末 将要倒入鱼缸 有大量的物装物产生 不确定是气泡还是什么东西 同样是按药的树名树提示 需要搅拌30秒后再放鱼 和上次自来水直接养鱼实验一样 实验用的孔雀鱼还是三条 两大一小,公母都有 把鱼捞入放在鱼乐堡的鱼缸 孔雀鱼入缸后 短时间内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先把孔雀鱼捞入鱼缸 实验前把一粒鱼乐堡分成了四分 前面实验所用的一份 闪述明书规定的安全用量 再向鱼缸中加入一份会怎么样呢 把压碎的药放入鱼缸 搅拌30秒 再把鱼放入鱼缸 现在鱼缸里的药量是正常量的两倍 三条孔雀鱼还是没有不良的反应 决定再一次加大药量 时间关系省略了捞鱼和放药的过程 现在鱼缸里的鱼乐堡药量是正常量的三倍 似乎能看出孔雀鱼有一些不安的表现 近距离能看到孔雀鱼身体上有一些气泡 这应该不是正常的现象 说明应要过量后对鱼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不是致命的 不过很难保证不会成为一种隐患 并在以后逐渐体现出来 拍摄视频的时间是夜里 决定让鱼在鱼缸里待一晚 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经过了一晚 发现三条孔雀鱼变得一切正常 这是鱼乐堡的药力已经挥发掉了吗 或者我用的鱼乐堡已经过期失效了呢 毕竟自来水中的绿是肉眼看不到的 为了得到直观的印象 再来做一个附加实验 准备了两个小鱼缸 凉杯里装满水 将一块二氧化绿泡藤片放入凉杯 搅拌并等到药片完全溶解到水中 将溶解了二氧化绿的水溶液 分别倒入两个鱼缸 并不清楚自来水中绿的来源 是否和钢配置的溶液相同 感觉也没有必要去深究 又不是搞自来水处理专业的 现在倒入鱼缸的水是成黄绿色的 说明其中还有大量的绿 在右边的鱼缸里放入鱼乐堡 只是想直观看到鱼乐堡是否能起作用 就多放了一些 然后不停搅拌 能看到右边鱼缸中含绿的水 因为加入了鱼乐堡 逐渐变透明 说明鱼乐堡确实有快速除绿的作用 分别在两个鱼缸中放入孔雀鱼 左边鱼缸水中含大量的绿 里边的鱼很难受 右边的鱼缸里因为放了鱼乐堡中和钓了绿 里边的鱼反应没有太过强烈 这个实验并不严谨 因为我不清楚用多少除绿药才刚好 两粒鱼乐堡的用量明显是太多了 最终的结果是两条鱼都挂 一条是一味绿 另一条是一味过多的鱼乐 个人认为在用法和用量正确的情况下 鱼乐堡等自来水快速除绿药物是可以使用的 这类药物确实有效果 但是建议只在应急的情况下使用 因为这类药物的主要成分是牛带硫酸钠和漂白粉 其除绿的过程就是化学反应的过程 很可能会受环境影响出现一些未知的结果 自来水多放几天就能解决的问题 何必一定依赖药物呢 另外强烈不建议在已经养好水的鱼缸里投放除绿药物 本人曾经做过一次这种傻事 结果鱼缸里出现大量的续装物 幸亏处理得早 要么后果可能很严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感觉还行 请点个赞支持下 山高水长 天涯未远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